北京时间9月16日凌晨,西教联赛第四轮,黄马克场1-1占平比尔巴尔竞技,新赛季连胜势头被终结。 赛后,黄马主帅洛佩特吉,在新闻巴布会上批评球队,趁球队关键时刻缺乏决断力,并透露为何将被尔换下场。 这是一座困难的球场,一是因为对手的实力,二是他们所采用的战术,对手一直在寻找机会,逼抢并然把情况变得很复杂。 如果你进入他们的节奏,那你就很难处理,这就是我们在上半场遇到的情况。 下半场我们做出了改正,踢得更加冷静,对场面有了更多控制,在把握机会方面也有提高。 洛佩特吉谈到这场比赛,并指出球队的不足,我们没能比对手多进一球,我们有过很多机会,胜门次数是对手的了倍。 对手的打法和我们之前预料的一样,采取了非常激烈的拼抢,在一场典型的B8式的比赛中,我们在面对机会时胜门准心不足,在关键时刻缺乏决断力。 对于为何换下贝尔,洛佩特吉表示他太累了,玛利亚洛本来可以成为一种选择,但是我们理解贝尔需要休息,我们决定派上巴斯克斯上场,去创造威胁。